我们感谢你 你在众品中你拣抢我们 你也在你的日子里 顾着我们来到你的殿中 天父就求你的圣灵 这个时候就有我们存在 求你打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无论是讲话还是听的 我们都能够同感到一会儿 天父就愿着圣灵能够带领我们 保守我们坚强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们 那么如果我们回首一下 2020年 时间其实已经过去了将近六分之一 那么在这个六分之一的时间中 我们好像从来没有经历过 这样坎坷的一个新年的开始 那么在2020年 我们经历了十几多多的东西 那么可能作为一个人 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上 或者说更具体的来讲 如果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要去思考 我们要怎样去面对这个世界 我们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呢 实际上这个世界对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挑战 我们顺身处理的想一想 在我们亲身经历的呢 就好像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 那么除此以外呢 可能我们还有陆陆区区 其他的各种生活中的挑战 生命里的挑战 那么如果我们不说挑战呢 实际在我们现实的生活里边 还有许许多多呢 我们和这个世界之间的矛盾和张力 这个世界带给我们许许多多的一些诱惑 我们知道呢 二十的要求作为基督徒 我们应该这样做 但是这个世界呢 可能会诱惑我们 我们呢 好像许多迫不得已 我们没有选择无能为力的呢 我们要去向另一个方向走 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来了 在今天一个世界中 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这个世界呢 我们怎样去应付这些诱惑或者挑战 我想这时候我们基督徒来讲 这是一个永远要思考的问题 我们刚才一块读过了彼得前书 那么彼得前书呢 是使徒彼得写给当时 他的这些会有的一封信 那么彼得呢 在这方信中呢 他多次提到了这种试炼或者是苦难 那么彼得呢 在这方信中呢 他告诉我们呢 作为基督徒 我们要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什么样的态度 去面对这个世界 不管是诱惑也好 还是苦难也好 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这一切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同来看一看呢 按照使徒彼得的角度 神给他的启示 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这个世界 那么从经文的一开始啊 我们看到呢 使徒彼得首先 就追问了我们最终极的一个灵魂问题 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要首先考上呢 我们的身份是什么 我们是谁 那么在经文中第三节说呢 愿苏彼得对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曾到自己的大怜悯 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重生了我们 使徒彼得告诉我们说呢 我们是谁呢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实际上是被神所重生的人 他说神因为他自己的怜悯 他通过耶稣基督的工作 让我们成为了重生的人 那么在经文中呢 提到一个词就是重生 其实重生这个概念 对我们今天的经文图来讲 我们并不陌生 虽然这个概念很新很神奇 但是呢 我们并不陌生 因为这个概念呢 是耶稣基督他第一次 在福音书中他提出来的 那么如果我们对福音书很熟的话呢 你可能会想起来啊 这是一段尼哥底姆 和耶稣基督对话中提到的这个概念 那么我们一同来回忆一下 尼哥底姆呢 他是一位文士 或者是一位律法师 也就是呢 他专门研究究觉的律法 研究宗教信仰 研究怎样去敬拜神 而我们今天讲的 他可以是一位神学教 或者呢 他是一位大学教授 专门呢 是在研究神学 那么他来问耶稣啊 他发现呢 耶稣基督这个人呢 他不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位老师 或者说呢 是一位先知 他发现呢 在耶稣身上呢 有其他的这些教师或者先生呢 所没有的能力 他发现耶稣基督的教导呢 他非常的有这种超出寻常的这种力量 在他的心中呢 从基本上我们可以看了 实际上耶稣基督的心里面呢 他应该是一直有一种疑惑 什么样的疑惑呢 那就是呢 虽然他是一位研究律法的专家 他是一位神学家 但是呢 应该说呢 他不确定自己将来是不是能够上天堂 对他来讲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他研究了一生 他一直努力了一生 那么他还没有确认自己能够上天堂的话呢 这对他呢 可能有一种最大的考验 所以当耶稣基督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呢 他就夜晚甚至没人的时候 他就悄悄地去问耶稣 他说 父子 我当怎样行 然后能够进天国 耶稣基督就跟他讲了啊 他说 你要重生 如果不是从水到圣灵生的 你就不能进神的国 那么当然呢 耶稣提到这个重生的概念呢 对一个异母来讲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他完全没有理解 什么叫做重生的概念 他就问耶稣 他说 那我们还能够像小孩子一样 我们再回到妈妈的肚子里面 我们重新生一次吗 这明显是不可能 对吧 那么耶稣呢 在后面的这些回答中呢 就告诉他 你要等待圣灵来更新 只有圣灵给你更新 你才能够成为一个重生的人 可以进天国的人 那么从这段经文中 我们可以知道呢 什么是重生呢 实际上重生呢 它指的是说 对我们字面的意思来讲 就好像一个人 好像呢 完全地发生了变化 从 好像是重新回到 母亲的这个部署之中呢 重新生出来 完全地发生了变化 从里到外呢 完全地发生了变化 也就是说呢 一个重生的人呢 是被圣灵感动和改变的 好像一个另外的 其他的一个完全的新人一样 那么这个是重生 那么 使徒彼得说呢 他说 你们是谁呢 你们应该是 被圣灵所重生的人 你们应该是重生的人 你们应该是跟自己 以前完全不同的人 你们应该跟一些 相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呢 完全不同的人 所以他说 你们是被父神 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重生了我们 那么 重生的概念呢 在我们教会里面啊 实际上呢 非常的普遍 最推崇重生这个概念呢 要说约翰威斯里兄弟两个 那么 约翰威斯里呢 我们今天知道了 他是个理工会的创始人 那么他是一位 很传统 很著名的故事 那么 那么在他的自传里边啊 他曾经写过这样的话 写过这样的一个经历 约翰威斯里和他的弟弟查尔斯维斯里呢 他们出生在一个非常敬虔的家里面 那么他们的母亲呢 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 所以从小到大呢 他们两个就长在 这样一个敬虔的家庭 也长在一个呢 非常敬虔的教会里面 他们从小呢 就学习这些圣经 律迹典章 遵循的这个信仰 一直呢 都是这样的长大 长大之后呢 他们在教会中开始采造服饰 后来呢 约翰威斯里呢 他就 接受了神的呼召 他决定了做一名牧师 当他做了牧师之后啊 他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很认真的服饰 很认真的服饰呢 后来呢 他和他弟弟两个人呢 就是 因为当时呢 发现了新大陆 发现了新大陆呢 很多欧洲人呢到了美洲区 回来之后 带回来的信息就说呢 那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印天人 他们呢是没有开花 需要服饮的人 那么 约翰威斯里呢 就接受了这样的呼召 他们甚至远渤重养呢 要到美洲区宣教 那么这个时候呢 约翰威斯里发现了一个问题 他发现呢 自己已经做了牧师 自己呢 对神学 对信仰 了解得非常地清楚 但是呢 他不敢去确认呢 自己是不是一个真正 得救上天堂 被神所拯救的 那么 在海上好久的时候呢 有一次船 遇到了一个大风浪 非常大的通报 好像呢 马上就要沉没了 那么约翰威斯里呢 他自己呢 他发现自己非常地害怕 他觉得当死亡进来的时候啊 这种生与死的恐惧 放在眼前的时候呢 他心中没有任何的平安 他觉得呢 心中充满了恐惧啊 但是当他看同一船上呢 跟他一块儿到美国去宣教的 这个当时有一个弟兄会啊 叫莫拉维兄弟会 那么 这些成员呢 他们完全没有这种恐惧的表现 反而呢 他们表现得非常坦然 非常的平安 他们站在一边唱着歌 一边在船里面啊 互相聊天啊 互相去 坦然地去面对这个外面的风雨 或者说呢 坦然地去面对死亡 这个比他非常的壮子 他觉得说啊 人怎么可以这样 这个非常的惊奇 然后自己反过来呢 他就觉得非常的惨悲 那么到1736年 他到了美洲的时候呢 他就开始向这边宣教 那么做了很多的工作 但是实际的结果呢 非常的不好 没有一个人呢 就说去 因为他的宣讲信息 也没有一个人表示出呢 愿意去信息 他觉得非常的挫败感 非常强的挫败感 然后他就向当地的一位德国牧师呢 他就去请教 怎样去向当地的人呢 去宣讲耶稣 那么这位牧师呢 没有去跟他讲任何的事情 反而呢 问了他两个问题 请他回答两个问题 那么第一个问题呢 这位牧师就问了 他说 上帝的圣灵和你的心 是否从政你是上帝的儿子 那么这说起来 这种对话是非常奇怪的 这是两个故事之间的对话 那么约翰弥斯里呢 他已经是一个愿意参加宣教 远渡重阳温景地乡 来到这里去宣教的故事了 可能呢 从他很小的时候 刚接受基督教的信仰的时候啊 再没有人问过他这个问题 那么他呢 一时就问过 他觉得呢 没有办法去 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 这位牧师马上又结论问他呢 说 那么你知道耶稣 几乎是谁吗 那当然 约翰弥斯里呢 他作为一位牧师啊 他很自然的呢 他就回答 他说 我知道他是世界的结果 那么 这位牧师又问他 但是你知不知道 他已经拯救了你 那约翰弥斯里呢 就觉得呢 很难去面对这个问题 因为他自己非常清楚呢 如果他想确认 神已经拯救了他 那么当他面对死亡 对讨战的时候 他不应该这样的惊慌 如果圣灵与他同在的话呢 他不会 当他去面对神的工作的时候呢 不会有这种羞愧 或者是这种重担的感觉 所以呢 他呢 想了想 他就回答他 他说 我希望他是为救赎我而死 那他这个话呢 也说得很有 很有神学色彩啊 没有什么毛病啊 但是呢 就充满这种不确定 那这种回答呢 实际给约翰弥斯里 自己带来非常大的份上 当他在美洲工作了 工作了两年 最后以失败为结束 他回到英国的途中呢 他就在日记里面写 他说 我到美洲去想感化那些英雅人 但是谁来感化我呢 他就因为对死亡的惧怕呢 觉得自己缺乏信心 心中十分忧伤 那么1738年啊 在美国待了两年之后呢 他就回到了英国 他这种痛苦的心情呢 就一直都伴随着他 到了1738年的5月24号吧 在圣灵节将军的报夸 那么当时的教会和信仇呢 各种活动很多 有这种中间的聚会啊 那么他就去参加一个 在他家附近的一个小教堂的 这个聚会小礼拜堂 那么他走过来的时候啊 他忽然呢 就听到台上有个人呢 正在念玛丽路德的罗马书著誓 这个罗马书著誓就讲到说呢 人必须借着相信基督 才能够罪得社会被神称义 人呢 应该自己个别的去相信耶稣 所以才能够呢 因信称义 那么在当时 在他的传统之中 在他的印象里面呢 好像是说 作为一个基督徒啊 有任性 从小的时候呢 开始任性 说我相信耶稣 那么长大了之后呢 去参加各种教会的活动 那么这样呢 就应该是得救得友神了 从来没有提到呢 说他要自己个人的去 跟这位耶稣呢 建立这种关系 所以当他 在他日记里面他写到啊 当他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呢 刹那之间呢 他感觉呢 好像说 他的心就起一点热气 而我们今天的话讲呢 好像说呢 一股暖油从天灵盖上 直接就清造下来 让他感觉到呢 心中充满了火热 那这个时候呢 他知道啊 他说圣灵重生了我 他说从那个马上开始呢 他觉得呢 他自己完全变化了 他从头到尾啊 他说我的生命都发生了变化 那么这样的变化呢 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啊 在这个 这件事情之后的52年里边呢 他呢 就不停地去释放 坚持释放 一直到圣灵最后一席 在他的圣灵中 他说 我在我的释放里边 他说我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 我传音信称音的福音 第二呢 他说 我心中被圣灵所点燃的这个火啊 他说 适序地燃烧 从来没有熄灭了 那么 他自己说呢 因为圣灵重生了我 所以 我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 那刚才我讲呢 说约翰灵信称呢 他是为了冥备的创始人 他非常的强调 说一个基督徒啊 你单纯的任性也好 你参加这些宗教的仪式也好 这不代表你已经得救了 你必须被圣灵所更新 你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人 这样呢 才可以接纳你认为你是一个基督徒 那么当时呢 很多人呢 非常的同意他的观念 很多人不断地去经历这种 重生的这种 这个经验 他们有个重生的经验呢 他们就聚集在约翰灵自己身边 大家在这一块儿的敬拜 那么这个呢 就后来就逐渐一天地形成了教会 就是今天魏理文贵的这个前身 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来啊 彼得说 你们你们是谁呢 作为跟随神的人 你们应该是被神重生的人 你们应该是呢 跟你自己原来完全不相同的人 什么是我们的信仰 信仰不是道理学习 信仰呢 是我们灵理的改变 是在我们心里 在我们生命中 那些最本质的最重要的东西呢 它发生的变化 我们常常说啊 说一个基督徒呢 你的人生观 世界观 价值观 应该是和以前是不一样的 和这个世界上不相信神的人呢 是不一样的 别人可能看不出来 但是你自己一定是知道的 你知道呢 我以前已经呢 跟别人不同了 我们常常呢 就是忽略啊 说我在我们生命中 我最看重的是什么呢 在我生命中 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 我们常常呢啊 有的时候呢 我们真的是不知道 我最看重什么 不知道 有的时候呢 我们处于言有道理 我们明明知道呢 但是我们故意地去忽略这些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所看重的东西呢 实际呢 是不正确 那么在你生命中 你最看重的是什么呢 你是不是有这种 故意混淆自己的生命 我曾经看过这样的笑话啊 说呢 在这个伊斯巴加的时候啊 伊斯巴加的时候呢 这各个国家在哪 那么在一个小国里边 在北欧地区啊 这个国家呢 就是动员民兵啊 所以老百姓呢 要出来要去作战啊 作战呢 那么当然呢 没有人愿意去打仗 那么这个军官呢 就下来呼吁大家 他说呢 我们要保家卫国呀 这个侵略者呢 已经站到了我们的家门口啊 我们要站起来去 抵御他们 说这个侵略者呢 是多么可怕呀 他就开始宣传啊 他说 如果我们不站起来 比喻他们 他们就会占领我们的土地 看一看 大家都没什么办法啊 他说他会强负我们的粮食 也没有什么办法啊 他说他会欺负我们的妻儿 有人站出来吗 还没有什么办法啊 他说 他们会夺走我们的酒 忽然间有人从外面站起来了 说水 水要夺走我们的酒 可能大家听过这个效果 实际上呢 我们心中最看重的东西 或许你自己都不知道 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呢 可能才会体现出来 在你认真思考的时候呢 你才会找到 什么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彼得告诉我们说 你这个东西要发生改变 改变了这个词叫重生 我们中国有一些古话 这个古话叫说呢 千军可以得帅 匹夫不可夺制 千真万万 他的元帅 我们可以把它消灭掉 一个人 他心中有一个勇气 有一个志向 是不可以改变的 为什么他们说呢 在我们历史中啊 你往前一看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呢 都说过爱个鬼教 我们都听过很多 人人知识的故事啊 他们为了心中的一个理念 宁死不屈 我们那时候有句话呀 叫抛头鲁撒热血啊 说我为了我的理想 抛头鲁撒热血 在所不惜 什么都不能改变我的 这个观念 我们不要在这里 我的理想在这里 我认为生命中 最重要的东西 是在这里 谁都不能改变的 什么都不能改变的 我们再古老一点 讲到什么叫做大丈夫 我们华人都知道 什么叫做大丈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驱 富贵不能移 这个呢是大丈夫 就是说呢 什么情况发生了 我心中的理念 都不会发生变化 那么 弟兄姐妹们 你们有没有想到 为什么这些人 他可以在任何环境之下 逼迫 痛苦 富贵 所有的这些东西 都不能改变它 因为那是他心中最重要的东西 因为那是他人生的底线 那是他觉得呢 我作为一个人 存在的最根本的东西 那是我的标志 我这个发生 我这个发生转变了 那么我的人生就没有了 那么这个就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你信了耶稣 你生命中这个最重要的东西 有没有发生变化 你过去曾经认为重要的东西 现在它依然重要吗 你会认为你的神是最重要的东西 始终比德呢 他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父神 因着他的怜悯 他重生了我们 他让我们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从里到外呢 我们已经完全地变化 当然我们可以知道的 重生呢 看起来呢 它是一个迅速的过程 就像比安比斯里兄弟两个啊 像早期的这个贵里公贵的贵友 他们呢 就是这种神奇的变化 好像忽然之间 这个灵来了 灵来了之后呢 它就发生了变化 这是一个迅速的过程 有人可能听了一首歌 有人读了一个经文 有人呢看到了一件事情 忽然之间呢 就产生了这样的变化 那么实际上呢 重生呢 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有些人没有这样的经验 但是呢 逐渐逐渐逐渐的呢 他发现他的生命中 对本质的东西呢 已经发生了变化 当他回首的时候 他发现 哎呦 我曾经认为 重要的东西 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那么重生呢 重生的人呢 他也不是什么说 哎呦 约翰米斯里 是不是每天都出于这种 这个飘飘绿仙的状态啊 好像这个永远都是被达官们正确的呢 不是这样 我们从今天的经文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使徒比德说呢 他说你们是重生的人 但是在他后面 他讲到呢 他说你们在这种事态中啊 你们依然会软弱的 允许你们软弱 允许你们发愁 实际重生的人呢 也要经历成长的过程 我们也会跌倒 在试验之中呢 可能我们依然会表现出 不是那种完全重生的样子啊 但是给你们解决了呢 我们要知道呢 从本质上讲 我们是重生的人 我们呢 应该追求圣灵对我们的更新 如果我们没有去追求圣灵的更新 圣灵没有来更新我们 那我们的信仰比较一个因果 比较 我们仅仅停留在一个知识的准备 我们仅仅停留在呢 一个仪式的准备上 实际上呢 我们就失去了在信仰中 最重要的那一步 那么这个是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啊 当我们思想 我们怎样去面对这个世界啊 我们有一种什么样的精神面貌 精神状态去面对这个世界呢 我们首先要思考 我们是谁 我们是神 在基督里重生的人 那么 神又启示我们说啊 如果你确定你是一个重生的人 那么 我们在今天的生活中 我们要怎样去面对这个世界啊 那么在第三节目 第三节呢 就讲到说 神在基督里重生了我们 叫我们有活活的盼望 那么一个重生的人啊 他的生命里面呢 是充满了盼望的 那么 充满了盼望啊 他在这里有一个形容词 叫做活活的盼望 实际在我们 华人呢 在我们中国里面呢 我们没有这样用的 我们讲到活活 是形容一个人的形象 这就是一个活活的盼 什么样的人是活活的人呢 他可能非常的在想 他可能呢 非常的欢快 非常的厚动啊 你可以想象一下啊 你会怎样形容一个活活的人 那么 从来没有人去用活活呢 形容呢 你的盼望 他的盼望 非常的活活 那么 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 活活的盼望呢 他只是说呀 在你心里面有一个盼望 那么这个盼望呢 他非常的活跃 用英文调叫Active War 他不是死灵灵地放在那里 他好像呢 充满了活力啊 他在里面各种的臭度 他会呢 不断地去 补补你 不断地去促进你 让你呢 可以充满了力量 充满了能力呢 你能够继续地向前走 他是活的 是真实的 他不是死板 或者是虚幻的 那么 真实的盼望呢 这种活活的盼望呢 给大家取个例子 实际上我很多人呢 每天都在经历真实 比如说啊 比如说呢 你说我今天呢 上班 我非常的累 非常的不愉快 我心中充满了烦闷的 哎呀 我一看表着四点半了 我就想 哎呀 为什么都四点 才四点半呢 哎呀 我简直就不能忍受了 看看这老板 看看同事 看看这个顾客 哎呀 这简直人生就没有意思了啊 那么这个时候 忽然在你的心中 产生了一个盼望 你说 虽然这样啊 我在想回家之后啊 我今天回去之后呢 我要犒劳一下我自己 我要给自己做一顿好吃的 你说我决定啊 今天晚上呢 我不再去想啊 我不再去考虑 哎呀什么 啊会不会这个胖呢啊 啊会不会体重增加了啊 这我都不去考虑了 我想吃什么吃什么 我想吃多少吃多少 我一定要吃一个好 吃完之后呢 哎呀我要去泡一个热水澡 我也不去洗吧 我也不去打扫卫生了 能躲乱就躲乱了 我就要让我快乐 然后我就去美美睡一觉 这个睡一觉啊 明天早上呢 我就要睡到自然醒 我这么多就考虑上班 让老板自己去上班吧 哎 那当你有了这个盼望之后 你会怎么样啊 你心中 好像觉得忽然开朗啊 哎呀 反正我要 派个 4.20 4.3 哎怎么往回走啊 无所谓的嘛 老板说 能不能再坚持半小时啊 五点半再走啊 还行啊 反正我回去要 幸福快乐了嘛 这个叫活活的盼望 它可以支持你 它可以非常羡慕 它可以呢 对你的生命发生影响 那么相反 什么叫做不活活的盼望 那比如说啊 我就拿我自己来说个例子 拿着别人做好 比如说呢 我说 我现在啊 虽然这个年纪的贩卖 非常近啊 只能去我这么讲啊 那 虽然呢 但是我忽然我要发动不强 我好几十年前 古科学的是物理 我现在要同心地去研究物理 我争取了五年之内啊 我就达到全世界最顶尖的物理 物理学家的水平 我争取到五年之后 让我们一定要拿到 那位物理学奖 然后 我要把我研究这个东西拿 转化成生态力 十年之内 我要成为世界首富 然后 我把这个钱借给比尔盖茨 那他要把我借钱 我要服务社区 我就回到新西兰老老实实的 服务社区 我就去选总理 我要当新西兰总理 你们认为可能吗 不可能 可能 不要可逼我 那是不可能的 我知道 我如果看到我面前的工作 我说哎呦 这么难的 这么痛苦 我有这个美好的愿望 它会激励我 我想我会的 就是我父母 我太太 我孩子天天说 你有一个美好的 能聊 努力吗 我也不会去努力呀 这个道不活活的 不真实的愿望 所以听姐妹们呢 使徒比勒他说呢 神 重生了你 在你们心里 有一个活活的盼望 他们在你们心中 有一个盼望呢 它是真实的 它是每天在你心中跳动的 它是鼓励你 让你可以去坦然的 去面与这个世界 为什么呢 我们为什么 我们怎么会有这样的盼望 这样的盼望是什么呢 神告诉我说呢 你可以得着 不能朽坏 不能垫无 不能摔摔 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疾病 他说你们不但如此啊 你们这些信蒙神 能够保守的人 必能得到所预备 到漠视要显现出来的旧生 神告诉我们说呀 你作为一个基督徒 你作为一个成功得救的人 当你面对这个世界 面对各种各样的烦恼 各种苦恼的事 在你心中有一个盼望 这个盼望呢 不是遥远在天边的 遥遥不可及的 而是在你每天的生活中 都跟你发生关系的 这个是什么呢 他说 神要给你们一个永恒的基业 这个基业呢 是在天国里面 不是在今天这个世界上 今天这个世界上给你什么呢 虽然这个世界充满了苦难 充满了挑战 但是呢 你们要在漠视中 要显现出来的旧恩 要在你们身上 那么 这个对我们来讲啊 我们要怎样去看待这个事情 那么 我们先说这个漠视中的旧恩呢 我们现在呢 应该说我们 眼前我们呢 没有经历到那种 迫在眉睫的那种省省 我们要哈喽压压 感谢神啊 感谢赞美福啊 我们新西兰还没有发现一粒的传染 没有一个确认的明明 那如果你是生活在武汉的人 你想想 你每天生活在什么环境中 你不知道身边谁是这个 按照我们这个时代讲 不知道身边谁是特朴啊 那谁会传染你的啊 不知道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神告诉你 即使在漠视 在那种 我们看起入啊 看着自己都害怕的那种情况之中 四分之一都要死亡 那种面临着那种 山峰地裂呀 面临着这种瘟疫呀 面临着这种战争啊 好像比这个 阿斯大战还要残酷的这种 这种环境之中呢 他说 你们要得到 有险先的旧恩 什么意思啊 我在想到什么时候的险先的旧恩啊 我忽然想起来啊 这个弟兄们可能打游戏啊 姐妹们也打啊 那么你会 在我们那个年代打游戏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 里面的主人公会出现一个精神的情况啊 忽然年轻酷化了魔容 哎 百股不侵 怎么百股死的啊 我就想 什么叫做险先的旧恩啊 外面风雨如霉 山崩地裂 但是呢 这跟我们无关的 我们已经得到了神的旧恩啊 这是多大的安慰啊 这是神应许给我们 那么 什么叫做天上的基业呢 我们努力 辛苦 每天工作 我们为什么呀 我们要积攒一些产业 那么 这个产业是永恒的吗 不是 我们安慰自己 我留给我的子责后代 我留给其他人造福世界 实际上 你留不留 对你来讲有区别吗 没区别 因为你死了 那么 神告诉你呢 有个永恒的产业 我留给你 永远都在 在哪里呢 在天国 这是神给我们 给我们的用戏 所以 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呢 那么 我们 面对眼前这些 它是不是一个活活的盼望呢 绝对是 所以神告诉我们说啊 你们呢 要有一个 永恒的盼望 你们有一个活活的盼望 在你们心里 因为神 要给你们 这些东西 所以弟兄姐妹们呢 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应该展示出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 我们应该展示出盼望 对我们自己来讲啊 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的时候 我们可以让身边的人 看到在我们身上 所展现出来的这种盼望 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 不是说 哎 我家里还有你存款 所以 我不担心 我家里还有存粮 我不担心 哎 我还年轻 我还可以再去 重复开始 我不担心 不是 而是说呢 我们今天的一切 神纪念 就好像我们已经积攒了我们的采访 在天上 当我这个短暂的 肉身的生命结束之后啊 我在永恒里边 我永远都会 有这样的福分在里面 那是我的基业 我的产业 所以呢 我对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东西呢 我都是无所谓的 这是我的盼望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 那就像我所说的啊 晚上你的一顿美餐 一个人水澡 你睡一个好雕 它让我们的生命呢 太难无据 这是盼望 所以弟弟姐妹们呢 我们呢 要怎样生活啊 我们要充满盼望 充满盼望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 神 他给我们承诺 那么 接下来啊 如果我们向下看的经文呢 你看到呢 史努比德说啊 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盼望 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人 所以呢 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 他讲到说啊 你在你的生命中 你不但能够活着盼望 别人看到你呢 充满了火力 充满了坦然闻居的心 你们呢 还快乐 你不但是说呢 坦然面对这些 而且你的心中充满快乐 我们有一个充满喜乐的生活 那么 我们都知道啊 实际呢 人是不是可以 每天都是充满喜乐的生活的 说说而已 对吧 一个天天都快乐的人 那是个有病的人 我不是在说俗话啊 那别人平常说我 哎 每天天坐下来 你笑个个的啊 是 每天什么时候都快乐啊 那我们都会认为 这个人有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 身边的世界 我们身边的世界不是让我们每天都可以快乐的 有人开玩笑啊 人生是什么呀 人家说哎 人生是什么 那小孩一出生 为什么哭啊 因为他知道 生命中充满了痛苦 在我小的时候啊 我们那时候呢 唱歌啊 我们都唱了 希望的田野上 我们都唱了 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明点 那我现在啊 现在到了年纪慢慢了 回头看一看 就是人的生活 是不是 每天都生活在西方的田野上 每天我们生活都充满阳光呢 不是的 真的不是的 活的时间越长了 又会发现呢 这个生命里面啊 它是有痛苦的 不但有痛苦的 痛苦的事情还是很多的 我去那个法国旅渡啊 我去参观罗布公 看他那个法国那个病的那些历史啊 我跟师傅两个人呢 我忽然我就感慨 我忽然想起一句话来啊 他说你又想起什么话呢 我说 诶 这里面有罗兰夫人 我说我想给他说的一句话 1793年啊 罗兰夫人呢 他是非常著名的政策家 他呢 他呢 1793年的时候被反对党 也是这个大革命派的 反对党另外一派的 给他这个处这个 上传头台叫处死 处死呢 他就说了这样的话 他说我认识的人越多 就越爱我的狗 那么我到现在啊 我理解了 他为什么要这样说 因为这个世界上呢 给你带来很多痛苦的 绝对不会是你的狗 那么 比刘说啊 他说你们在百般的试验中 他承认了一点 神也告诉我们一点 实际我们对生活呢 不要抱太多的理想化的人 这个看法 我们生活这个世界上呢 我们都有很多的试验 所以彼得说 他是在百般的试验之中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 试验一定是存在的 在你的生活里面 如果没有试验呢 我以前讲过这个话 在你的生命里面 如果作为一个基督徒 你没有感到压力 没有觉得试验 那么呢 你的基督徒是不称职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今天这个世界 神清楚地告诉我们 今天这个世界呢 是在俄鬼的掌权之下 耶稣基督在告诉我们说呢 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要恨恶你们 因为你们是我的门徒 因为世界已经先恨了我 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呢 你们是世界的光 这个世界是黑暗的 光明与黑暗 它根本就不是相交的 所以如果你在你的生命中 你没有因为你的信仰 感到争扎 你没有感到辱惑 你没有感到痛苦 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你就不是那个光 所以你跟黑暗在一半的时候 你没有感觉 所以听解我们呢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 我们一定会经历很多的试探 我们一定会经历很多的诱惑 我们一定会经历很多的苦恼 神允许我们在试炼中 有软弱 有担忧 甚至允许我们有跌倒 但是呢 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 我们自己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来面对这个世界 这个就非常重要 这个就展示出呢 我们是谁 神告诉我们呢 他说你们要有大喜乐 然后他到后面讲 你们在百般的试炼中 实际上大喜乐和百般的试炼 这两者它是矛盾的 它是没有逻辑性的 但是呢 使徒彼得他告诉我们说呢 他说你们在试炼中啊 在即使这样的试炼中 你们还是可以有大喜乐 你们也应该有大喜乐 为什么呢 他在下面讲啊 我们看到那个 后面的几节经文讲的 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我们可以得着称赞 荣耀和尊贵 他说你们在黑暗之中 在痛苦之中 在诱惑之中 你为什么可以笑出来 因为你知道 有一天 神会因为你经历的这一切呢 他给你称赞荣耀和尊贵 那么如果我们再提问了 耶稣基督要称赞我们什么呢 将来我们面对他的时候 他要称赞我们什么呢 他会称赞一个出生得救的人 一个基督徒什么呢 是鲁宝博 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啊 他给他的学生提摩泰写信 他这样说 他说那美好的仗 我已经打过了 刚好的路 我已经跑进了 索性的道 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观点 给我留存 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 到了那日要赐给我 不但赐给我 也赐给凡爱的他显现的人 在使徒行传中呢 他说出这样的话 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宴 也不看灵宝贵 只要兴奋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主耶稣 所领受的执事 证明神恩贵的福音 使徒保罗呢 在统结他的生活的时候 他说 我的神要承担我 我的神要承担我什么呀 他说 我美好的章已经打破了 当跑的路 我已经跑进了 索性的道 我已经守住了 所以神一定有观点 被我留存 如果神是公义的 他一定要把这样的观点 刺给你 所以听见那种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什么是神要给我们观点 我们在这些 这种 这个世界上 在各种苦难之中 挑战之中 诱惑之中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 我们看清了这个世界 为什么我们还可以充满喜乐呢 因为我们知道 当我们 去坚守我们所信的道 当我们去完成自己的使命 我们该跑的路 我们跑进来的时候呢 神 他会奖赏我们 我们所行的一切呢 都不是白白的消息 我们经历的呢 也不是白白经历 神要奖赏我们 这是让我们可以 笑出来的事情 这也是我们可以 坦然无惧地 充满快乐地去 面对这个世界的根本原因 从另一个角度讲呢 如果我们已经知道了 好像看一部电影一样 虽然这个主角啊 他经历了千万的磨难 但是我们知道呢 这个结尾是个大成员的结尾 他一定会战胜一切 所有的坏人都会面的消费料 他会伟大方明正确的 你会为他担心吗 你会 如果你知道那个主角就是你啊 你会担心吗 你不会的 当那个 这个世界上的各种的压力和诱惑呀 排成脑海一样的 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呢 你是可以笑出生来的 你说今天我经历的事情越惨不越惨啊 我坚持住了神给我的脚上就越大 为什么呢 因为我美好的仗 我已经打过了 这个最惨烈的仗 我已经打过了 而且我是会胜利的 所以弟兄姐妹们 你想一想呢 如果这样的话呢 我们怎么能够不快乐呢 所以在经文中说呢 经过试炼的生命是宝贵的 他说我们的信心 怎么是能用我们的真实的信心呢 经过所有的这些的试炼 我们对神的信靠 我们对神的盼望 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过 这就是经过试炼的信心的 所以弟兄姐妹们呢 怎么确认我们是一个雏雄得救人 我们在试炼上的喜乐 在试炼上的盼望 这是我们信心的体现 这是我们生命本质的体现 我们最看重什么 因为我们最看重天上 我们看重神给我们承诺 所以我们可以面对眼前的一切 这就是我们的信心 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 被神所重生的人 我们的证据 我们得救的确认就在这里 那么使徒彼得啊 我们再来说一说彼得前书 彼得前路书两分近 使徒彼得写这种信的什么呢 他是在罗马 当时呢 大概啊 就是在主后六十多年 那么 在主后六十四年呢 罗马皇帝一路呢 他就开始去 有计划的去压迫教会 迫在这里 彼得呢 作为耶稣基督的大弟子啊 人们都认为他是大弟子啊 一定是手上起初的 那么实际上彼得呢 他啊 根据不是很准确的记载 根据教会记载给推断了 他大概是在主后六十七年到六十八年的 他就殉道 就被罗马皇帝一杀死了 那么你可以知道呢 从六十四年到六十七年 直接在三年的时间 这封信呢 就在这个时候写 那么他可以 他已经预感到 好像是山雨欲来的状态 他已经预感到 有很多的逼迫呢 要来临到基督徒的事 但是我们看 从彼得前后书啊 你看到他提到了 试炼这个主题 提到了苦难这个主题之外 你可以从他的信中 你可以体会到他那种大位置 他很平淡地去过这个事 他没有苦慌 他很淡然地去辨论一些 他鼓励他的信徒 他说我们将来的冠军 他在谈将来的冠军 所以弟兄姐妹们呢 我们要想一想啊 说在今天这个世界上 可能我们会面临更多的挑战 你的心会怎样 你用一个什么样的面目 展现在众人面前呢 你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你展示在这个世界面前 你是 是不是一个真正属于神的人 你有快乐吗 你有怕吗 所以求神连续我们 也求神带领我们 我们这次经历这些 这个可怕的2020年 就好像一个 神放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试金石 我们在生活的新人 还是信徒特别有恩典 神没有把我们放在第一线 我们只是远远地看 我们又不像其他种族的人 好像这个事情离他很远 我们呢又参与在其中 但是弟兄姐妹们 你知道这是神的指令 你知道神在这里 有让我们离拜什么 要检视我们的信息 检视我们生活的态度 所以弟兄姐妹们呢 希望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中 我们清楚神在我们身上 的指令是什么 我们去检视自己 我们是谁 检视我们生活的态度 愿神能够祝福 也带着我们一块的药包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因为你是充满了怜悯的神 因为你的怜悯 你就救赎我们 天父 就求你把你的灵赐给我 你来更新我们 让我们成为一个重生的人 天父求你改变我们 让我们面对这个世界 我们可以有盼望 我们可以有喜乐 天父我们盼望和喜乐的原因 是因为你 天父就求你给我们的一切 给我这样的能力 从你在教会的历史中的作为 我们看到 在你凡事中的 在我们的前人中 无数的人体会到 这样的盼望和喜乐 求你也给我这样的能力 天父就愿你的圣灵 能够带领我们 让我们走过这段健康的日子 也走过我们每个人生命中 那些让我们感到困住 感到困惑的时候 这样当我们 把我们的信心 好像在火里 提炼一样 当我们经过这些时候 我们就可以向你讲 主啊 我们是你忠心的主人 愿我们都带领 天父求你 给我们这样的祝福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合救助 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 感谢下载分点